也挺爺爺的 沒想到 他真敢坦白真想向趙太妃抗婚 是嗎? 不就是抗個婚嗎? 我也不可能聽命於人 娶一個不喜歡的女孩子 二生 自己 我去 我 說錯啥了 我 說錯啥了 子妻 你怎麼了? 麒麟山 好像 好像曾經是我家 那個女人 那個經常出現在我夢裡的女人 可能真的是我娘 你想起來了 那 那你娘 她現在在哪兒呢? 我不知道 這是一些模糊的碎片 為什麼 為什麼會突然間想想 我明明都已經忘掉了她 你 您先放輕鬆 能想起來還是好事情 難道是你切碎之前的記憶 才慢慢恢復了嗎?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 不過 我不願意想起來 我沒有父母 也不關心過去的事情 我沒有父母 也不關心過去的事情 是他,真的是他,佩芸姐姐真的是救我的柳公子 几位贵人来了 也是巧了,有件小事,我正要去青天见寻人帮忙 既然遇见了,就恳请几位贵人帮忙看看 往常三月中,海棠就盛开了 今年一点动静都没有 眼下四月末了,连躲都没打 找了最好的画像来看,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小妖灵在作怪 这位姐姐,这件事情的确挺小的 其实呢,我们也很忙 不然,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诸位贵人有所不知,这海棠是陛下最钟爱的 卓我试弄着,眼看陛下寻边就要回来了 若是看见海棠病弱,不需要如何责罚我 这个妻姐,倒确实是各种杂草小妖最活跃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去见赵太妃 这样,等有空可以帮你去看看 也是,沐家两位方式还有正式 那柳公子随我去看一下吧 玉花园就在那边,不远,不会耽搁太久 那你去吧,我应付他来 好 怕不是海棠不开,是桃花开了 那就烦情,陪云姑娘带路吧 我也去,我也去,我也不是沐家人 我跟你一起去玉花园 你去干嘛呀 你能让海棠花开啊 我能啊 安静点儿 别乱跑 走吧 我们反正等着也是等着 不如去找柳大哥吧 为什么呀 因为桃花节 对呀,刚才你们没看到吗 那个宫女配运一直盯着柳大哥看 就这么一点点小事 非得指定柳大哥去做 我觉得准备安好心 服衣为人,古道热肠 妙妙,是你想多了 我的沐姐姐 你长点心吧 这小侯爷,抢先一步去找赵太妃 不知道要搞什么鬼 会不会是想要恶人先告状 听听不就知道了 这不太好吧 什么 原来是你 少肉侍 你好大的胆子 我 我是胆子大了些 但可是我没有想过殿下会种些啊 而且我下的那点迷香 那我只是 只是什么 说 他只是让进殿下请殿的人 都以为殿下长了大胡子 你 你真的是胡闹 那你,那你逼我去 他就不胡闹了 你说什么 你大点声 我不想跟他成亲 那他从小追着我打 我看见他我就害怕 你以为我愿意让明明嫁给你啊 明明才貌双全 你呢 你论文论武 你哪一样是拿得出手的 当年赵家收留我养育我 我便自认是赵家族人 修气与够 就是因为你是赵家本宗唯一的男定 不然至于我费这么大苦心吗 你呢 娘娘 我从前从来没有忤逆过你的意愿 可是大婚之日逼近 我总是能够回想起小的时候 父亲跟母亲在一起时候的寂寞 很空洞 我小的时候一直不明白 明明是至亲的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为什么却仿佛各自远在天边 这种感觉 比佳仁一生 还要孤胆可怕 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 如果将来有一天 我不能跟自己的心爱之人在一起 那我宁愿独自 潇洒快活 没想到这小侯爷 还挺有担当 也挺爷们儿的 没想到 他真敢坦白真想向赵太妃抗婚 不就是抗个婚呢 我也不可能听命于人 娶个不喜欢的女孩子 因为这个男孩子 太疯独了 他很想到我们的女孩子 但是我会想到我们的女孩子 如果人们的女孩子 都不喜欢的女孩子 我们不喜欢的女孩子 不喜欢的女孩子 但我看待她真正是一段时间